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佳颖 这次青岛店的项目 记得替我谢谢你父亲 我回去了 嗯 怎么不叫你家保姆出来帮忙 他今天休息 你先回去吧 我自己可以的 我去聊 对不起 我负物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负物 我负物 漂亮 好好休息吧 我先走了 沈哥哥 留下来喝杯水 行吗 不了 我着急回去 小影子 怎么这么不小心 对不起啊 沈哥哥 怎么还哭了呢 我只是觉得 你这次走了之后 我们就再也见不到了 所以有点控制不住 怎么会呢 你想得太多了 这么多年了 沈哥哥 其实 你一直知道我喜欢你 对不对 有的时候 小孩子会分不清 喜欢和依赖 我虽然比你小 但是我很清楚 喜欢和依赖的差别 沈哥哥 我知道你是一个多坚决的人 我们两个之间 这层薄薄的只一旦同破 就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可尽管这样 我还是要告诉你 遇见你 遇见你 是我这一生 最快乐的时光 沈哥哥 遇见你 已经花光了我这一辈子 所有的运气 所以 不管你有没有爱上初夏姐姐 我们都回不到过去了 也要说再见了 在道别之前 给我留一点可以回忆的东西 可以吗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回来了 孟初夏 你们不在家啊 去哪儿了 是不是去看叔叔阿姨了 什么时候回来 沈总 梦想的中考已经结束了 瑶瑶也在逐渐康复当中 媒体也不再关注什么神态 包括董事长 也不会再否认 我们这段婚姻曾经存在过 你和我 大应为对方做的事情 都已经做到了 所以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 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 是 因为那天晚上在海边的事情吗 孟初夏 我们见面谈谈好不好 没这个必要了 你忘了吗 我们本来就属于生活在不同世界的人 希望从现在开始 我不会去烦你 你也不要来打扰我的生活 我和孟讲 暂时先带走一部分衣物 剩下的东西 等我找到房子之后会马上搬走 还有 我不会辞掉餐厅的工作 因为我真的很喜欢那儿 希望以后 你可以把我当成一名普通的员工 彼此见了面 点个头就好 让生活恢复到以前的样子 可以吗 现在河水好像没什么危险 不过小猴子必须适可第一番 在这一带找点心吃的第一日 卷尾猴到处找神 从地面直到树梢 基本是找到什么之处 小神怎么没跟你一块回啊 他最近公司事情比较多 你们俩也奇怪 在一块工作吧 还忙不着一块去 你有空吧 他回不来 他前一段呢 经常回来呀 你又没时间 妈 许安他 来过 什么叫来过呀 你都不知道呀 他经常来呀 还送家里好多东西 还派员工隔三差五的 送营养品 这个孩子特有心 看你爸轮椅坏了 还派人又送来一个新轮椅呢 下一家三口回来了 小沈呢 老田来 来 坐坐坐 老田 来 坐坐坐 来 小沈没来吗 没呢 那个她最近工作比较多 田大爷 这段时间你也见过她 瞧你这话说的 你们家小沈呢 跟我都属于忘年交了 不瞒你们说 自从我那宝贝花瓶 让老汪给菜了 我是天天睡不好觉 根本不想要你们家赔的钱 我就盼着我那花瓶回来 听说你们家小沈 派人跑遍全国 还真找到一个 和我那花瓶一模一样的 今天上午 这花瓶才刚到 这不 我把你们家钱 还回来了 我这还要 找她一块喝点酒 初夏 看你这样 小沈这事没跟您说 好男人哪 不声不响的 就把你的事给担当下来了 王冒 你们家可找了一个好女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次 感谢eneca 还有本来 请的 请不吝点赞 这个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沈岸虽然看上去很冷 可实际上是一个很好很好的人 可 可是我 可是我跟他 确实不应该是生活在一个世界的人了 这一点你跟我爸应该清楚吧 以前 那个人的经历 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 孩子呀 你爹和我之所以同意你和小沈结婚 是因为他这个人确实还不错 妈不知道你跟他怎么了 不过夫妻生活在一起 和和伴伴 在所难免 关键是你跟他如何去面对呀 我 我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去面对 妈 从上大学开始 我就一个人带着梦想生活 这么多年过下来了 一直都平平静静的 也都没发生过什么大事 可是自从认识审案之后 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我控制不了的 我真的特别害怕 我好想回到以前那种平静的生活 可是我又能看出来 你跟爸都特别地喜欢他 如果 如果我决定跟他分开的话 你们会难过吗 孩子呀 是我们没有能力照顾好你们 才让你这么辛苦 你要记住妈一句话 无论你发生什么事情 妈都在那你的一边 妈都在那你的一边 许晗 艺术 艺术 他就要做变成 也许晗 他就要做变成 这样 在你身边做变成 更三 della 室内 他就要做变成 打扰 在我身边 或是 有一方 也许智 要做变成 对 他就要做变成 是 他 DANIEL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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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回应 什么回应 什么照片 您好 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播 怎么不接电话 喂 你好 让我今天去清党 不用劳烦你啊 我们要出国考察 今天呢 正好在你的城市中转 我们在酒店的会议厅碰面就可以了 时间就定在两个小时以后 你觉得怎么样 吴总 吴总 我现在确实有一点急事 能不能晚上再见面 沈总 我们的航班就在晚上 而我们要商讨的问题 可不是简简单单的就能解决的 给你先透个底啊 清岛这边的负责人 对是不是还要继续跟你们合作 产生了动摇啊 为什么 沈总 你是不是真的打算 跟我们在电话里谈这件事啊 好吧 请问在哪个酒店 喂 佳莹啊 事情很顺利 我们已经和沈安约好了 谢谢您 吴伯伯 不好意思 老是要麻烦您 不用客气 我们尽量把沈安拖到晚上 你可要抓紧时间啊 您放心吧 小姐 有客人来了 阿 阿姨 你看到今天的新闻了吗 为什么会这样啊 小眼子啊 这记者是你找的吧 我把在青岛 阻碍餐厅项目的力量给撤掉 就是为了要制造你跟妈妈的机会 但是你在青岛失败了 回来了 你就决定要放手一搏 就制造了这样的行为 对吗 老师 你知道的 我绝对不会骗你 而且我绝对不想影响沈哥哥的形象 她的形象跟她的幸福 你认为我这个做母亲的 会更看重哪一样呢 老师说 以前呢 我觉得你也不错 但是并不是百分之一百的满意 因为我觉得你太天真了 像马文这样的男人 就算结了婚 还会是很多女人心目中的恋 所以作为她的妻子 不但要能在事业上帮得了她 而且有本事守得住这个家 这也是为什么我不赞成 阿文跟一般的女孩子交往 因为那些女孩子 不慌短浅 小腹即爱 绝对挣不住沈家 我这件事情呢 我可以确定 你是一个真正 把爱情当事业来打拼的女人 不是我想象之中那么天真而已 我终于可以放心 去支持你了 阿姨 其实我心里很不安 在青岛的时候 我问沈哥哥 是不是喜欢上了孟初夏 他回答我 不知道 这三个字在爱情里很神奇 在一起的时候 不知道 代表着不爱了 可没在一起的时候 这三个字 却代表着爱 没事 在男人跟女人世界里 爱情的分别大不一样 就连妈妈也一样 我们都以为 她仍然念念不忘以前的的往事 仍然爱着 那你竟离开她的女人 其实啊 只是她的心魔在作怪 跟爱不爱完全没有关系 所以小颖子 就算现在 妈妈是爱的梦初夏 又怎么样了 爱情本来 就是不堪一击 你千万不能退缩 爱情 我知道我该怎么做 现在 帮我引一份 对媒体的通告 标题就是 审案夫妇 因性格不合 现于和平分手 我们这次来 主要是听到了一些关于 青岛餐厅项目的消息 是什么消息啊 沈总 你觉得 我们是在浪费你时间的话 大可直接提出来 不好意思啊 吴总你也是知道的 今天我个人碰到了一点麻烦事 刚才你说听到了一些消息 具体是什么内容呢 我们了解到 审视集团 给周总那边 开出的 比我们高得多的价钱 是这样吗 不可能啊 周总那边 我们确实有过接触 但根本还没谈到价格 这个消息也是从哪儿来的 抱歉 我才开会没时间 是记者 我们这次来专门挤出的时间和你面谈 就是希望尽快地解除疑虑 落实这个项目 如果沈总觉得我们是在浪费你时间的话 那我们就不必要再谈了 对不起吴总 我对刚才的不礼貌向各位致歉 杰姆斯 如果出下回电话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好的 好了 吴总 我们继续吧 好 那我们就看一看吧 我们就看一看吧 好 感谢观看 你这又是何口呢 你这孩子怎么都不敲门呢 这有门吗 就算有门 我敲了 某人也沉寂在美好的回忆中 听不见啊 我这是正准备删呢我 别 妈 我知道 你和沈岸一开始只是在做戏 但是沈岸这人她真的挺好的 你就考虑考虑她怎么了 行了 我知道你为什么总站在她那边 不就是因为她经常拿摇的视频给你看吗 一开始是因为这个 可是到后来 我越来越喜欢这个叔叔了 最重要的是 是 问初夏真的不在这儿 初夏不在 你别叫她 那不在这儿 真的不在这儿 你说怎么没有 走吧 走吧都 你解难说两句 真不用解难说 不在这儿 来来来来 别来来来 别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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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火银子 可可 不行 你承受不了这些 如果他们一定需要一个交代 才愿意走的话 让我做你的代言 凯特学长 关心则乱 你现在能不在意 取下 听容着夏跟帮记者解释 他们一定会浮想鳞篇了 初夏 你现在不要激动 现在沉默不语是最好的选择 她们多待一分钟 我爸妈就会把我打开 你多擔心一分 放心吧 这世界上最难做的事情 是妈妈 可是我把梦想也带这么大了 这件事情 难不倒我 初晓 你要记住 对于另外一半的绯闻 用词一定要坚定 比如说 我绝对相信沈文之类的 懂得吗 对 如果这帮记者非要刨根问底的话 你就一口咬死 说这是你自己的家事 和沈安已经做了良好的沟通 他们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别别别别 过来来 沈太太 沈太 你有看到今天登出的照片吗 请问您有什么回应吗 外界传闻说您和沈安不和 所以他才这么做 请问这是真的吗 请问您能原谅他吗 这件事情 无法原谅 所以我决定 跟沈安先生分开 挺不错啊 确实 非常好 本来一些小误会 现在看来全都解决了 沈总 我相信我们这次的合作 一定会非常愉快 楼探到青岛店 也会成为 东部海岸线的一个新的地标 那我们就上飞机场吧 好 一路顺风 好 再见 好 再见 好 好 有莫出下的电话吗 你先回去吧 我去郊区一趟 好 你先回去吧 这些事情 无法原谅 所以我决定 跟沈安先生分开 谁呀 请问是初夏姐姐家吗 你是 伯母您好 我叫乔佳颖 请问初夏姐在吗 在 进来吧 谢谢伯母 初夏在那儿屋呢 谢谢伯母 初夏姐姐 你睡了吗 我是佳颖 初夏姐姐 我知道 我现在说对不起 是有点晚了 可惜你相信我和沈哥哥 不是故意要伤害你的 初夏姐姐 我跟沈哥哥在一起 已经快十年了 在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比我更了解他 也没有人比他更了解我 那天 他之所以在海滩上闻你 是因为 我们吵架了 他一气之下 才做了不恰当的事情 从青岛回来的路上 我们已经坦承了彼此的感情 也勇敢地走到了一起 没想到 当天就被记者偷拍到了 初夏姐姐 沈哥哥告诉我 跟你 只是逢场作戏 给你带来的困扰 我们实在抱歉 初夏姐姐 乔佳颖 我就知道你原来补制最后一刀 可惜呀 兔子金再奸诈 也比不过我这千年没雨水了 你 学长 嗯 菲菲干嘛急着让我们走 又不跟我们一起回去啊 她脑子里面闲的事情 哪是我们这个段位的人 猜得出来的 谢谢 是啊 不好意思 沈 olmak 不想安安静静地画过句话 没想到 后面还有这么一番轩然大波 为了不影响到我的父母 我已经离开了 也希望你不要再去找他们 问他们 让两位老人 为咱们年轻人担心伤身 我已经对媒体宣告了婚姻的结束 所以看来 是没办法再留在餐厅工作了 这两天 我把手头上的工作交接完毕之后 我就会从龙塌地离开 沈总 感谢你 自从相识以来 对我和梦想的照顾 未来都保证 好了 别让叔叔阿姨听了烦心 咱们就在这儿把事情解决解决 飞飞姐姐 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 这样好吓人 打住 谁是你的飞飞姐姐 收起你那一套吧 这都是姐当年玩剩下的 不过乔佳颖 人家女孩中的小白兔 也都是见机型 是偶尔为之 你明明是一个什么都懂的女人 却十年如一日的 戴着着假面的面具生活 也真够不容易的 飞飞姐姐 你真的是误会我了 够了 乔佳颖啊 你冷静下来想一想 就算你现在使出吃奶的劲 在我面前装无辜 你觉得我会信你吗 你也是个挺明白的人的 何必做这些无意义的事情呢 那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你今天这最后一刀 撞到了我丁飞的枪口上 已经宣告失败了 我希望你放弃 去寻找梦初夏的念头 她和审案最后是什么结果 那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像你这种 背地里小动作不断 满肚子心机的人 没资格操 凭什么 你有什么资格 对我指手画脚 心机 哪个女人对待爱情 不耍一点心机 我问你 事先调查好对方的行程 又装作偶遇 算不算心机 故意告诉自己喜欢的人 有很多人追自己 算不算心机 明明涂了粉底 刷了睫毛膏 却说自己是素颜 算不算心机 哪个女人敢保证 自己在恋爱的时候 不耍一点小手段 凭什么我装装无辜 就成了十恶不赦 怎么 没话说了 也是 像我这么满肚子心机的人 都能被丁飞姐姐一眼看穿 想必你在恋爱的时候 不少耍手段 如果你今天看上的是 我丁飞的男人 我绝对不会说刚才的话 你爱耍什么手段 尽管耍 大家各凭本事一较高下 可是那个人是梦初夏 就是不行 凭什么 我为什么要仗着他 爱情本来就是自私的 你们只看到梦初夏 有多么辛苦 多么可怜 谁想到我这十多年 是怎么过来的 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多岁 就跟着父母去了美国 那个时候家里条件不好 国外同学都欺负我 排挤我 说我是一个怪人 直到沈哥哥的出现 我在生活里 才有了第一缕阳光 我都知道 你一个人想到达 你赶在哪里 你赶在哪里 什么意思 对 你赶在哪里 太关了 你赶在哪里 但把它的绝对 你不想找我女儿,她会帮你 什么? 不 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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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中国人 我读的大学就在前面 平常上课时经常要走这条路 车子再被弄坏的话就找我 我送你 才几年 他们家的资产已经翻了数十倍 怎么 如今连暴发户的女儿都要见 对了 那么多年了 你应该交个女朋友 谈个恋爱吧 选哥哥 佳颖 你怎么来紧约了 来找你啊 两年不见 小影子不仅变成了大姑娘 还变成了有名的乔家小姐 真是太过分了 给我打过那么多电话 却一点口风都没露过 那 我现在这个样子 你喜欢吗 以前现在你都一样 单纯天真是我最可爱的 小妹妹 从小到大 我只爱沈哥哥一个人 她说喜欢我简单无辜的样子 我就永远保持这个样子 她毫无犹豫地把我当做妹妹 我就心甘情愿地 以这个身份待在她身边 你知道 沈哥哥太聪明了 如果不这样的话 她就会渐渐远离我 丁飞 我爱她 我爱到必须得到她 换作是你你又会怎么样 从某种角度来说 你这段爱情也算是另一种伟大了 可是有些时候 有的人就算你苦练了一辈子 他也不见得会回头看你一眼 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所以我不能坐以待毙 用心机也好 耍手段也好 只要能得到沈哥哥 我都愿意试一试 因为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我才最有资格 得到沈哥哥的爱 恋爱确实需要技巧 但只有真心才能换来真心 你有没有想过 就算你费尽心思 戴着面具得到了沈安的爱 她爱的确实是 那个真正的你吗 不仅如此 你还会永远活在 害怕被人揭穿的恐惧之中 害怕你以前做过的事情被暴露 害怕她看到最真实的你 这就是你等了十多年 想换来的爱情吗 佳莹 刚才的话 我说中了 其实你和所有女孩一样 都有权利去寻找一份 只属于你自己 纯美的爱情 所以不要再去做那些 伤害别人 同时又委屈自己的事情 另外 孟初夏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如果你再敢来招惹她 不管你有多苦多难 我都不会对你客气 我都不会对你客气 是 孟小 先继续睡觉吧 学长 其实我们自己过来就行的 又麻烦你送一次 谢谢了 应该的 前两天 你跟佳颜还处于互相了解的阶段 现在他们 你还好吧 了解失败而已 没什么的 倒是你 一直都是受了伤不和喊疼的个性 今天当着媒体的面 又把和沈恩的路都堵死了 你真的不难过吗 你看我像是难过的样子吗 虽然没想过 会以这样的方式结束 不过仔细想一下 没什么不好的 不仅成全了他们两个人 也让自己 不用再犹豫什么了 我去给你倒点水 国人还是不善善变脸 没有动心 有哪儿来的犹豫呢 初夏 以后的路不用担心 有我在 有我在 住手 住手 不够 我去带一个人 我去带一个人 义到你 乔摩 拉着 你 我去带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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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着 帮我联系媒体 这段按照多少个闪闪电话了 要不我给你装一防火墙 直接给它拉黑的了 现在就装了 菲菲 昨天晚上去哪了这么晚回来 我跟一个很重要的人说了话话 你这去哪儿啊 上班 你没事吧 你这嫌那些娱乐记者没得写的 你还给人送私物才去 我去餐厅辞职 顺便把手头上的工作也叫这一下 那你也不用急这两天吧 就是 既然决定要离开 就应该第一时间通知餐厅 是吗 这是最基本的职业道德 是那些记者 想拍就拍吧 咱们烦了 这件事就过去了 走了啊 你们俩去的吃饭 吃饭去 我叫你们来是来解决问题的 不是来听你们解释自己有多无辜的 李总 我们也是接到爆料才去拍的 真不是刻意盯着沈安 谁爆得了 爆料人当时没留下姓名和联系方式 不过 不过什么 乔家影住的是高档小区 不是什么人都可以进去的 可是我们去的时候 门卫就直接放行了 哼 你看大颜莫上是沈岸嘛 对 是沈岸 走 看看去 孟叔下下见 如果你能看到这段访问 请认真听我下讲的话 我不同意跟你分开 不管是那天在海边发生的事 还是那些偷拍照 里面都存在着非常大大的会 希望你最起码能跟我见面 听一听我的解释 海业军 你看这位沈泰泰 听说她们分手了 正是终于表白了 如果你能看到这段访问 这就要不要看到这段访问 你不可以看到这段访问 我差一点 可以看得到那段访问 虽然是オ胜者 有个刺人吗 子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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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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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什么时候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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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让我叫他一声爸呀 怎么着也得当他八十分以上 所以呢 你们俩不要高兴太早 都继续努力吧 顺着干嘛 赶紧回家啦 为什么 为什么 我跟他 我跟你接电话 我 妈 你没用手 现在咱们家有着他呢 什么罗子呀 马呀 扎身口之类的呀 都歇了 去换他了 你小的少得意啊 过来帮忙 不然以后的日子 可不好过哦 嘿 你又欺负我儿子是吧 明明是他先欺负我的 哈哈哈哈 我曾经过来就说了 这次我会被你带过来的 你都不再来的 然后我会让你带过来的 你这次我会带上去的 我会带上去的 你带上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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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带上去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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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你了 看到我们两个一起来 相信你也猜到 我想说什么了对不对 对不起若南 我还是决定 拉住她向我伸过来的手 认真努力地生活下去 就像你跟我约定人一样 要信她 若南 你把初夏托付给我 让我照顾她一辈子 曾经我把这句话 当作你的希望没有怠慢过 现在她成为了我对你 和初夏的承诺 我会用一生去遵守这个诺言 不让她再吃一丁点的苦 再受丝毫的委屈 请你放心 若南 以前我认为 是把你一个人留在了这里 可是现在我知道了 你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会加倍地坚强 加倍地珍惜 因为我不止为梦想 为审爱 为我自己而活 我还要替你 继续走完以后的人生 若南 我们永远在一起 好不好 我希望能够能够 你一个过年的距离 我伸手摸到的都是曾经 电影的遭遇 在现实上映影 破装了情趣 被回忆随着